米棟是一種傳統的小家 但是現在會好做的少年人已經越來越少 為了團成這個以前的好煮米 保養社區特別基盤貫米棟的活動 要請社區中間做回來製作 面對面告下將工夫教育少年人 將米慢慢貫在米棟裡面 中部的貫米棟的棟做非常快 沒多久一條還有一條米棟很快就完成了 米棟是一種傳統小家 但是現在會好做的少年人已經越來越少 為了團成這個以前的好煮米 保養社區特別基盤貫米棟的活動 要請社區中間做回來者 面對面將工夫教育少年人 貫大床就是 在古代的大家有在說 現在大家年輕人都沒有貫這貫大床 所以我們在老後就說 大家比較有時間 要來貫這貫大床 我就說我這裡用來貫 我拿來貫的來船來貫他們館 大家處理的都來貫大床 為了讓貫大床比較有料 大家處理的 所以年輕人 老人我來學我也會跟你講 我們冠米館是一種傳統的點心 很好吃 這種傳統手藝已經慢慢消失去了 我們福映川的理事長 他接集我們來中培 我們來大廚 大家做好 來做冠大館的民宿的點心 再來做 這是一種很快樂的口味 但是過程很複雜 因為地圖要洗得很乾淨 要炒米 這個整個過程 我們現在會在年輕人 比較沒有這種經驗 也比較糾結到這種傳統的東西 我們的理事長 他接集我們社區 我們所有的中部 大家做好來鋪板 這個冠大館的這個活動 讓大家再來回憶一下 我們年輕時候 所吃到的這一些傳統的點心 冠米館的活動最多勞 以往往做完 代表年會期也特別將來產物 跟大家做回來當樂 是我們福映社區 我們理事長 我們所有的志工 大家共同來回味 來做到這個古早味的大餐 米餐 那麼米餐可以說是 手藝有賣食團 那當然歡迎我們所有的年輕人 可以這樣擁有出來 來學習到以前古早味的大餐 可以說口味很好 那麼可以再延續 我們的古早味傳統 首先就是先謝謝我們理事長 就是造極這個活動 讓我們長輩可以在平常的時間 來我們社區 然後就是增進感情 然後身為年輕的這一輩 就是我們比較沒有機會看到 現在古早味這種米餐 所以就是很謝謝理事長 可以召集這個活動 讓我們可以堅持到這個古早味 向六表示 水到四代便利 很多傳統米餐的作法 接著四團 感謝社區把你這麼好的活動 讓更多年輕人 都學會享受這個傳統的料理 新中華新聞創兩千福兄 蔡宏博德